禁區666 又回到禁區666,我又有請Cow少繼續說這個故事下去 剛才那條問題很神秘的,Cow少 講到媽媽睡醒時發現床頭多了一隻綠兵 小孩子玩過士兵工程 然後就去問Jims,Jims是不是你放在那裡的?昨晚睡覺會不會 即是昨晚無聊放在那裡做媽媽,不會這樣問吧?這樣恐怖吧 當然啦,她的兒子突然間神色有點異樣地看她媽媽 不是我啊,是Laving Jack做的,Not me,Laving Jack做的 即是Laving哥做的 其實她那一刻覺得沒所謂,她意識不到那種嚴重性在哪裏 即是以為小朋友玩而已 即是說不明白我做什麼 那一刻當然你媽媽說,好啦好啦好啦 那你下次叫她記得收拾好去,說玩完 那她的兒子吃完東西就自己去玩了 那你做完家務,即是一個家庭主婦在家裡 累得起上來,或者讓你昨天發現一個沙倫囂的惡夢 那你怎麼樣?欺負了 嗯 當時一刻起碼兩個小時起碼,或者三四個小時 那突然間那一刻,然後她一看,原來四個小時睡了 去後院那裡看看,誰知道她的兒子不在 她的兒子不知道去了哪裏 神癮? 大家不用看那麼多寒蟬,對不對? 那這個同時呢,她當然有些少許矛了 作為一個母親,突然你兒子不知道去了哪裏 是名巾來的,一定是矛的,即是發矛的 那她就好像門口外面,有她兒子的笑聲 當然是一時間衝出去看 那好啦,幸好她見到她兒子 那當然啊,沒事,幸好 好了,那媽媽見到她兒子原來在前院 心放下了,哇,沒事 那典型對白,我跟你說過多少次 叫你不要亂周圍走 要玩就一定要在後院玩的時候 去看見她兒子的口 為什麼在吃糖的? 為什麼在吃糖的? 但其實你家屋子裡的兒子會吃糖的很正常 自己拿糖而已,是不是想多了? 不是,因為很簡單 大家小時候,爸爸媽媽怎麼會經常給你吃? 冷啊 通常那些糖會全部都收起來 不是,因為我家裡的東西又收金不太買 我自己畫了出來,我又要 我要跟伯母投訴 媽媽發現她正在吃糖 但她就想,我沒有給她吃 附近又沒什麼人 為什麼她正在吃糖的呢? 她那一刻就問,誰給糖的吃? 阿Jet,阿Jet給的 阿Jet? 誰的阿Jet? Larving Jack 然後她當然那一刻真的吵了 以為自己不見了一個兒子 突然間又好像 即使真的有其他人給你吃 你也不應該說 接受其他人亂給你吃的 你也不應該吃吧 第一時間 那一刻 他那一刻 唉 吵到阿Jet就哭了 好啦好啦 真的有誰給我吃的 不是別人給我吃的 那他那一刻 那他當然是敏鎮 那沒有的 那個年輕人真的 不應該吃糖的時候 吃就被媽媽省一下就難免了 那 那當然是其實這位媽媽省完 阿Jet之後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沒什麼 其實去到臨睡前都很平靜的 這件事 即是景俊回到房間那個年輕人自己哭哭就算 也是哭哭 但是很快 晚上睡覺的時候就來了 來了 來了 由Silent Hill不同? 錯 意思是驅魔人 驅魔人 360度的譚曉傳 對 那什麼事呢? 媽媽睡不著 又發夢 兒子又不聽話 但問題 她突然聽到樓下 很吵 一聲 很吵 很吵 那她現在是 嘩 什麼事啊? 沖了下去 那她發現呢 整個廚房都亂了 周地都是廚具 周地都是刀 周地都是垃圾的東西 但她的眼燈才是最奇怪 眼燈有什麼事? 我們剛剛 輕輕提過 她們不是兩個人住 是 還有一隻狗 是 通常我不給名 或者沒什麼提 之後很快 神癮了 或者很快 很快就被人收拾 是 那這隻狗 她看到這隻狗 但問題是 牠是吊著 蛤 牠是吊在燈上 吊著 神經病 吊著 很簡單 就是垃圾了嗎 不是垃圾了 總之 牠是掛了狗尾 掛在燈上 那麼重 當然被人 劏一刀 內臟全部都在桌上 嘩 你整桌都是內臟的時候 咦? 剛剛吃完飯後沒有汁嗎? 是不是 那一刻你當然 我是不是又在做夢 正常都是想做夢的 不是什麼鬼 這麼恐怖 其實最恐怖的 也不止是 劏開 掉了內臟出來 還有東西 那你的內臟掉了出來 那就是 肚子的屁股 就胸 是啊 是啊 那血就當然有 不會沒有 不過就說 最恐怖的是 頭那裡也塞了東西 就塞滿了很多色彩繽紛的糖果 那相信就應該 就是 占士下午 在咬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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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也是這樣的 接下來的電影會發生 你當然會聽到 他兒子的尖叫聲 啊 啊 啊 然後他看的時候 兒子你怎麼這樣 衝進去 就是拿著那把水果都衝進去 那他當然看到他兒子的房間 都亂了 周圍都亂了 然後他兒子就在一個落頭 這樣 縮了一塊 那他第一時間 抱起兒子 就衝去找他鄰居 一公里外 一公里外 沒錯 那也是一樣 都說有些女性 可能是做普通的母親 在兒子被車壓著的時候 是可以用到力去捧起那輛車 救出來 所以人在這種時刻 要他跑一公里 其實也未必不可以 那也是 始終是危急情況 特別是你兒子的親生骨肉 很冒性 是的 那去找他的鄰居 叫他鄰居幫他報警 那好啦 當然啦 警察來了 就發覺 是真的亂了 不是做夢 走圍都是亂了 隻狗就掛在這裡 說走圍地都是東西 這樣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整間屋子是鎖住的 如果你發現 你這間屋子好像被人撞亂了 你出來那一刻你最好當然是 你本能上都會關門的 即是阻礙了一下 即是你先撞住那條人 你當某些警匪片追逐之前 就是叫跑後巷 而推倒垃圾桶 對啦 始終那邊的慈母 就可能比較 就是 撞得均勻一點 發覺不對勁 真的不知道他怎麼走 附近也沒有什麼逃跑痕 有什麼 沒有人 那始終警察有不裂了之 沒有辦法 那小孩子說話 可能是Jet Jet做的 Jet做哪個Jet 然後媽媽說 他自己想出來 小孩子玩而已 小孩子玩而已 不要理他 那好吧 第二天了 即是經樂的一夜 第二天了 即是故事還未完 永遠 未完 未完 可否快點完很害怕 不用那麼害怕 是不是 那在美國 很正常來說 就是 會有一架 即是他叫什麼 CAM 去看著自己的家人 或者小孩子 但通常來說 像香港的看著菲傭的CAM CCTV在家 對 CCTV在家 那他安裝了 即是他兒子 James 在房間裡 始終都想看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真的 他有什麼問題 他媽媽會害怕 那當然 當然 拿著把脆腸掛刀 擺自己的桌頭也好 床邊也好 有什麼衣服就拿起他 但法官大人 美國不是很流行拿槍嗎 可能媽媽沒有槍牌 首先 美國 有很多個州 不是每個州都給你有槍 你首先要熟習一下 美國那邊的情況 還有作為一個女性 怎樣去拿刀 都以一個拿槍 是嗎 即是始終 槍有時候 開關仔 你用那一刻 就忘記開了 對於一個女性來說 很容易發生的事 而且是放槍很怕會走火 被兒子來搞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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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到達到發生這些事 當然啦 整晚都睡不著啦 被人找完家裡 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又未抓到那個人 那你那天就害怕了 那他快睡著之際 突然間有一把聲 在那個叫做 攝影機那裡傳出來的 大家不要問 為什麼那個攝影機有聲音 收音啊 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有speaker 我不知道 即是媽媽剛剛發電腦 那看著CCTV 其實不算複雜 對呀 或者有時候靈異的東西 我會關掉一條鐵嗎 對呀 是老電魔傳過來的 即是他問 阿Jimmy仔 你睡了沒有 有一把很奇怪的聲音 是在笑著的 或者我們形容下一個 很奇怪 很恐怖的聲音 你睡了沒有 其實是不是幻想類似 Darklight那一集 Batman 那樣 小丑那種笑 沒錯 你聽到好像一聽就覺得不正常 即不是普通小丑笑的 只是一種好像黏黏的聲音 對呀 有些好像想害你的聲音 對呀 那他第一時間 媽媽的納皮百刀 就衝到她的房間裡找 衝去找她的兒子 兒子你怎麼樣 沒事吧 他一進去那一刻 他真的嚇到有點傻了 是什麼呢 他發現了她的兒子 好像被人十字架形似的 扔在牆上 周地都是血 然後她整身沒有衣服 最大的問題就是 她的兒子的眼睛 舌頭 那些牙呢 是被人剝殺下來的 放在床上 即是一個笑容的動作 對 像不像一個 哈哈笑的圖案呢 差不多 但那一刻你見到 Jims的媽媽 當然嚇到傻了 真的坐在那裡 你那個哈哈笑的圖案 是用你兒子的眼睛來弄的 你那一刻真的嚇到傻了 是啊 你看到這一刻 因為普通人都吐了 吐完之後 他發現突然間 好像有一個陰影出來 或者一個人影出來 有一個人影 不是警察說的那些 不是黑影那些嗎 不是黑影那些 那他看到一個人影出來的時候 當然他現在立起八刀 你和雞弟殺了我 我真的要找你報仇 當然他看到這個人 就不是一般的人了 就是他兒子一直都在講盡那個 幻想出來的人 阿拉芬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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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啦 跟他兒子的描述是一模一樣的 穿著黑白點的小臭裝 長衣 長褲 長襪 長襪 還有頭髮也很長 還有手差不多碰到地上 但問題是他好像沒有骨 那樣的 還有皮膚非常白的 好像沒有骨 可以縮來縮去 動來動去 對 總之很奇怪的樣子 OK 但這個阿拉芬哥 完全沒有理會他媽媽 阿拉芬哥 阿拉芬哥 慢慢地走向 阿拉芬哥的屍體 在這裏 他叫欣賞是他的創作 一個笑的笑容 一個釘著十字架的屍體 他媽媽看到這個情況 他當然是無名火起三千像 他拿起白刀 就向這個阿Jack那邊堆下去 即是想殺了她兒子的仇人 沒錯 當他一下子堆下去的時候 當然是血有血出 但一切事情的悲劇就產生在這裏 那一刻原來是堆在James的頭上 即是他的兒子的頭上 為何堆在他的兒子的頭上 原來Jad就像一堆霧一樣消失了 他的兒子完全沒有被人劏開 沒有掉了眼睛,沒有掉了眼睛 一個完整的人 即是全部都是這位媽媽的幻覺 即是他的兒子很完整無距 但問題是他的兒子的頭上多了一把刀 就是他拿著那把刀 即是這位媽媽插幕Living Jack那把刀 但現在就正正插在自己兒子的頭頂上 即是剛才他插的那一下刀 就是插在自己兒子的頭頂上 即是他之前的房子被人撞亂過 鄰居也知道 他喊得很大聲 而且附近始終晚上有些警車巡邏過 當然一進來就看到 他的兒子的條絲和他 周身也是血 他的兒子頭上有把刀 很自然 當然知道是他媽媽殺了他的兒子 即是在美國來說 正常來說都會送你去精神病院 然後再治療 在精神病院那裡 他媽媽穿著一件束縛衣 精神彷彿 我殺了自己兒子 但他腦海裡 一直都是 有一個沙林囂模式的畫面出現 就是一首阿波遇著黃鼠狼這首歌 還有那個 噩夢裡面的場景 是不停地在腦海中出現的 而那首歌是慢慢地 越來越大聲 越來越大聲 他也知道自己 差不多遲早都會見到他的兒子 那這個故事到這裏就應該結束了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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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故事 大家都應該清楚了 不是真實的案例那一種 都是一個都市傳說 但在美國 在英語區的地方 都是相當流行的 這是一個 在現時來說 比較流行 比較多人傳的故事 當然其他那幾個故事 我們之後有機會再講 因為這一類 所謂小孩子幻想出來的朋友 真的很多鬼片 恐怖片都用過 好像我記得以前看了 一個香港譯名譯邪靈的恐怖片 應該就是 那一套就是說 我主角住了一間空窄裡 然後發生了那件事 之前是整個家被人堆暗 就是那些事情 之後發覺那個女兒有些異樣 在牆壁畫了一個公仔很恐怖 然後問她這個是誰 這個問是Stephanie 她說是誰 就是在這裡我遇過的朋友 那些事情 其實她再查一下 那個鬼片 當然是說那個名字 原來是 歷史上某個人 之前那個家人 現在出了市家人 中一個 但是那個是鬼片 所以有些情節就遇到了 不過這個橋段其實都用得頗多 我覺得其實整件事最大 就是叫什麼 最引人入性 或者最令對廣泛流傳的 就是人的那種想像力 到底是真還是假 對 究竟人 你相信一件事 他相信到哪裡 可能假都會當真 嗯 就是媽媽明明可能沒有看到那些事情 但是因為那個環境 所以慢慢的壓力 令到她產生幻覺 沒錯 那個位置 因為其實很多人 我們可以說是一種負面情緒 在你的心裡面種了一粒種子 如果你不去處理它 是可以慢慢的 因為很多負面的 一連串負面的東西 會令到那個種子文拿 就會令到你其實一發不開收拾 很多東西就是 其實這個也叫做是一個要長時間一點的方式 其實有時候這一類的例子 可能短時間如果有幾個巧合 都會相信 因為大家真的說 你看過這麼多鬼片 聽過這麼多鬼故事 恐怖故事 就好像剛才說的一件事 存不存在一個你認為不存在的人物 好像日本有一些節目 叫做觀察人類行為 叫做Money Tining 裡面多有趣 試過做一個觀察 就是在一輛的士裡 前座位 就有個人捐在底線 也是演員 而的士司機那天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演員 接著那些人上了的士 他駕駛了一輛車 前面那人就捐出來 接著那個人就發覺 奇怪了 前面坐多了的人在那裡 那些人普遍就問那個司機 司機那是你的車 還有其他人在那裡嗎 那司機很輕描淡 想看一看 不要說只有客人 你一個在那裡 還有那個冷氣 涼不涼 你告訴我 因為經常只有我自己在車 我不知道那個冷氣 你們是否溫度 接著 普遍那些人會害怕到瘋 而前座位的女演員 現在轉面就是被觀察的人 會說 你是不是見到我呢 那司機繼續在那裡開車 裝作沒事 但是普遍的人 即是裡面觀察的人 是全部相信的 所以有時候 一兩個巧合 已經可以令你 會相信 你未必相信 或者你原本的各種荒謬的事情 老實說 如果我是那個人 我也會相信 我也會相信 怎麼不相信 你想想 一天的士無故 當然裡面觀察的其中一個 簡直更厲害 有一個人 已經沒有問過司機 就立即做了一個合十的手勢 叮一聲 因為已經馬上相信了 所以那些片段又挺有趣 其實今天有點像 或者我們試一下把它簡單化了 你試一下當你的認知是海關 海關 你給這個東西 你給這個東西 是正貨 即是它真的存在的東西 它入口 很正常 但有時候海關 如果你的海關 有時候可能是 產生一些錯誤的認知 或者error 或者什麼時候 你可能給一些翻版 或者一些流的東西 流入這個市面 即是入了這個地區 但那時候 你就是對 總之有人誤導了你 有性 你就會產生這東西 所以有時候 真和假 究竟真的存在和虛幻 有時候可能是一線之差 就是中國人傳統講句 暴風捉影 對 有時候 例如我們今天 聽完你說的故事 心裡有點寒之際 那你可能在你家 突然風扇吹一吹 吹一吹風 過來 你的腦子已經在想那些東西 對 即是殺那間 你的想法 已經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那一刻 而且我記得日本也頗多傳說神隱 其實有時候說 一些小朋友見到 某些 可能俗稱妖怪那類 他裡面那邊會叫 然後跟著他走 又是不見了 知道他的故事也很多 所以其實 根本這一類的題材 所謂幻想出來的 朋友 或者幻想出來的人物 其實這東西 都不同地方 也有不同演繹的方法 可以這樣說 其實這個故事 你也可以當是一些教育意義的東西 總之就是 凡事想事情 你不可以 怎麼說 太死實實 太死實實 還是要提防一下 那些小朋友說的東西 要認真聽 不是想警告家長 都可以這樣說 是的 即是其實 不要讓事情都當作去玩 那些 有時候細心一點 聽那些小朋友說的東西 細心聆聽 又是那些賣廣告 也不是細心聆聽 即是聽聽會不會有事情出事 自己小心 是啊 即是凡事 小心 也是那句 即是正如有些故事 像童話說 什麼小朋友進新林玩 就說 不見了 死了 其實一半是嚇過小朋友 叫你不要進新林玩 另一半是嚇過家長 就是 你記住 不要讓小朋友到處走 好像糖果屋 那樣 你可以理解成 有一些拐子佬 被餅 躺下 騙你小朋友一樣 其實給家長同事 都會有個作用 這件事 是 所以故事可能兩樣都有些 兩樣都有些 兩樣都有些 是 其實現在這個形象 大家都不太清楚 來自哪裏 其實 但其實在外國的小丑 本身都是一樣 幾好壞 參半的一個形象 來的 當然在遊樂場 他真是一個 純粹是哄小朋友 開心的人 但始終因為化妝 不用說太遠 說小丑 可能在香港外事會見 你說麥當勞叔叔 其實小時候 真的很多人 看到麥當勞叔叔 會害怕的 我聽過很多人說害怕的 很多小朋友 看到麥當勞叔叔 看到麥當勞叔叔 當然我那時候 是OK的 但其實 只要你把麥當勞叔叔 打光 打一點 從低打上去 你就覺得他很恐怖 不是 從低 黑白照拍麥當勞叔叔 已經很恐怖了 你每次從低打上去 那些燈子照個白 林志玲也嚇到你 不是 林志玲什麼時候都嚇到我 我不表態 有些事情 但其實你黑白的效果 是恐怖很多的 你想想麥當勞叔叔 黑白 好像我小時候 搬堂那邊 有一間麥當勞 是放了麥當勞叔叔像 在那裡 以前小時候 有些年輕人經過 哭說不敢入 我對上次 再見到麥當勞叔叔 應該是鑽石山 現在麥當勞 他還用80年代的設計 還會看到一些麥當勞叔叔相關的東西 小菲菲那班 是那個東西還在 例如那些椅子 80年代的裝修 大家如果看回 80年代美式餐廳 的麥當勞是有一種風格的 但是90年代尾是拆掉的 變成現在大家看到的樣子 是沒有了麥當勞叔叔的 那麥當勞叔叔 大家其實有沒有留意 有一宗 美國的連環兇殺案 那個兇殺其實也是 肥佬來的 他就很喜歡扮小丑 其實這宗案 也是令到美國人 對小丑的形象 是一種極端的惡化 甚至我有聽過一些短篇些少的都市傳說 都有說過 其實很短就完 那時候我看書 那是一版內的事 就說有個女人 她做一些家庭用工的 幫人頂肩 就去看著別人的小孩一晚 就說那家屋那晚 那些豬人又出去了 只有她看著小孩的 結果她無緣無故 那家人之後 有些人打回來 或者原本那個奸居的人 就打來問她 怎麼樣 她乖不乖 沒有問題 就說沒有問題 其實也不錯 這個又擺設幾好 小朋友又乖 還有小朋友的房間 變成小丑像 也挺有趣的 接著她那邊就說 你現在立刻上房 帶小朋友走 不要留在家屋裡 有那麼遠走那麼遠 立刻找警察 那個人就不知道什麼事 就照做 結果她跟她說 其實現在我是沒有小丑像的 那個所謂小丑像 就是一個打扮成小丑的殺人犯 扮出來的 目的就是接近 然後當然要殺害的小朋友之類 這個都市傳說 其實你查到很多 所以看到小丑的形象 其實都 有正面有負面 糟糕 如果未來我們有機會 我們去一次美國 有間Hotel 整間Hotel都擺著小丑公仔 不要搞我 就算Batman的小丑也不敢住 我告訴你 那間酒店是收集 全世界各地 總之有小丑他就收集 收集整間酒店 周圍都擺著小丑 很恐怖 我記得那間酒店 在拉斯維加斯附近 到時候 我們去完那間酒店 我們就 What happened in Vegas Stay in Vegas 那What happening廣西就 哈哈哈哈 不要說這個 好啦 剛剛 CAL你也說了很多 這個 Raving Jack 很恐怖 聽到大家心寒 多謝 但是我 做了少少資料搜集 其實 似乎 Raving Jack 這個故事 已經有很多人 將它變成 因為看到 好像也有不少的網絡 的 source 是說 那個人寫了故事 然後貼出來 這樣的情況 嗯 那會不會這種 跟你們節目之前說的 Siderman 有些相似呢 可以這麼說 因為其實都市傳說 或者 跟一些 其實它都是一種故事 一種故事 是不斷地衍生的 那就好像 Slimderman 其實它本身的 來源是來自一個網絡 它是一個 恐怖小說 故事的一個 一個網站 其實是一個 導賈出來的故事 然後 然後 之後 就慢慢 很多人覺得很好看 就慢慢 發揮一個 創作的想法 慢慢 再 創作出來的 這個故事 也是差不多 因為其實人 對於一些 未知的 或者對於一些很 Dark side的東西 或者對於大自然 一些 控制不到的東西 是存在一種恐懼感 當它有一種恐懼感 它理解不到的時候 它就不斷地發揮 它的想像力 去創造很多東西出來 就真是杯弓蛇影 有些東西 對 所以如果 以這個情況來說 我們 如果用古代的概念 對於大自然一些 它們理解不到它們 俗稱叫做惡 是 Evil 或者是一些 我不清楚英文應該怎麼形 總之它們稱為一個 惡的東西 惡魔 或者是一個 就是叫做 惡念 它們是會危害到它們的 當它們危害到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 或者我們引用尼采的一句說話 就是當你形視著黑暗黑 也會形視著你 沒錯 明白 其實這件事是很簡單 一個吸引力來的 當你很常想這件事的時候 自然你就會發揮一種創作 令它抗散了出來 老實說我有試過這些 你? 我照樣分享 雖然今天分享有點害怕 其實我小時候試過有一段時間 懷疑自己 好像看到一些東西 是 但其實最後知道是什麼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盤 顏色只不過是紅色 但我那時候曾經有些奇怪的感覺 例如懷疑真的有些東西在 懷疑有一個人在 當然最後你揭穿到 即是自己和自己解釋到 你知道了是一個盤 你心裡放下了那件事 你再一次看到那個影像 你會覺得是一個盤 但是你說我那時候幾歲 我現在還很記得 真的心都寒 好像覺得有東西看著你 有一段時間 我是怕得不太關門 老實說 或者小時候 臨睡的時候 你關燈然後走去 床那一程你會害怕的 只是小小的東西 只是小小的變化 小小的空氣變化 影子你都會幻想了千百萬的可能 因為現在 特別是人對黑暗這件事 恐懼會大 你可能人大了些少 你做事的關係 你多了一夜出街 或者人家睡了 對夜晚和黑暗這件事相對 沒有那麼害怕 有時候我回到科林 看別人聊聊天 我發覺有件事 是不少人一起做過 是什麼呢 小時候 原來關燈之後 普遍人都是九秒九 馬上跑步 衝上床 我也是 一張被子就蓋過頭 接著蓋一會兒 才會覺得很焦 那才把頭髮刮出來 我就沒有蓋頭 我現在老實說 我想很多觀眾都是 你如果去外國酒店公幹做事 就是年紀大 一個人一間酒店房 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心寒 晚上的燈你都不會關掉 你是不敢關掉 人對於黑暗 很多陌生的環境 就是會有那種恐懼 那為什麼現在很多人在家裡 你會關燈 然後回到床 不用再跑上去 一來你人大了 二來那是你家 你很難聽 你黑轉摸回去 你也知道如何回到床 可能你現在關了燈 你還在床上摸手機 摸一下手機 一會兒才睡 關掉燈 但是好像阿蛇剛才說 你的酒店 去到其他地方 你特別 然後你又可能 你的腦袋又再聯想其他東西 聯想回來 我聽過一些故事 酒店又不知道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你又好像將一些 不知道原本不應該 拿在一起的東西 拿在一起 結果你那一晚上就 好像有些暗 酒店既然我都 給了房子錢 不用給電費 開個兩盒的燈才睡 很悶 開電視機 聽日文也好 英文也好 有機會就是這樣 最經典 最簡單的就是 例如有些人不懂廁所燈 有些人會 這個有 會 絕對會 如果有時候去旅行 或者在陌生的環境裡睡 你總之都是 我覺得著著眼燈會有些安全感 是 始終 太危險了 感覺上 所以 牛青 類似 有些少少像這個故事衍生出來的東西 有時候 未必真的實際存在 但是 你自己的感覺 也好 甚麼都好 會令你有不同的 看到的東西 好像媽媽一樣 明明 現實你可能見不到 但你已經以為自己見到 都不足為奇 是的 那觸手王有沒有甚麼補充 或者我在這裡抽一抽水 我任由一個某神話的作者說 人類最初的感情 而且最強力的感情是恐懼 而最古老最強力的恐懼 便是對未知的恐懼 很有哲學 也很棒 始終真的大家 對不清楚的東西 是害怕的 其實我們人類 對很多東西都會害怕的 現在海洋 地球 其實我們整個海洋 只有一個海洋 為甚麼要叫它分大西洋 太平洋 那些 因為你不明明它 你就會一種恐懼 因為未知的東西 明明就是定性了一些東西 令你覺得可以被理解 是的 或者說遠一點 好像科學那樣 你明明一個波 拋上去跌下來 這件事 以前可能是用很多的神話去解釋 是的 但有科學這件事 你就會理解 不是 這是必然來的 解釋到的人可以理解 是的 再放簡單一點 可能你旁邊找到同事 你不知叫甚麼名字 你都會召集他幾分 或者不敢跟他說話 如果你熟悉他 我們去吃飯 但最恐怖的 是你覺得跟他熟悉 不是 那這些辦公室的 劉花老領3D那邊才說 是 只不過是這樣 你覺得解釋了東西 又未必可以解釋到 當然 恐懼這件事 某程度上 恐懼這件事 是保護自己 令你採取某些危險 就是很強烈的情勢 你對火會恐懼 你就不會一隻手伸進去練 練甚麼 好像五公司火工 插 我們今天好像都差不多 這個故事談到 很害怕 快點結束了 這集節目時間都差不多結束了 對 沒錯 我們下集再見 不過暫時都知道 下集的題目有關外星方面 不過是甚麼題目 始終要留下一次 沒錯 變成傳統 對 這個是666的傳統 我覺得今集的結尾應該有點不同 應該是這樣的 接著聽眾就說 這個主持人先黏了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 再見